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来到由美报美妆炒笔店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大家好我是刘斌 自从影片精灵十三拆十一号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首音室后 整个电影宣传团队是一改以往低调的作风 这两天是连续密集的高调宣传 昨天下午精灵十三拆的主创团队就来到某网站 为明天上映的影片继续宣传造势 昨天张艺谋携手克里斯蒂贝尔 佟大为 以及影片多位主创参加电影精灵十三拆纪录片的节目仪式 而这个时间随着影片的到处密集宣传 让张艺谋导演都有点忙不过来 为了这部耗时五年投资六亿元人民币的最新立作 如今张艺谋导演率主创团队四处宣传 希望影片在贺岁党上映之前吸引众多媒体目光 而他也承认影片精灵十三拆是他从影以来耗费最多心血的一部电影 目前从影片小范围点音的情况看 精灵十三拆获得了业内众多影评人的交口称赞 据悉影片已经报名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对于自己是否能凭此片获奖 张艺谋导演表示随缘 还是老化吧 摩世在人城市在天 我当然很希望因为这个团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所有的人在一起都有这个美好的愿望 首先是希望观众喜欢这部电影 好电影在他们的心里会永远的祭祝 当然也希望获得某种表彰 如果有了一个结果 大家都会很高兴 我也替我的团队高兴 希望这次能成功 记者张玉北京报道 张艺谋这次的冲击奥斯卡 还有个很大的筹码 就是本片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贝尔 这位扮演过蝙蝠侠的好莱坞帅哥呢 不但人帅 还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演技肯定 在昨天的宣传活动上呢 贝尔随和的个性以及幽默的谈吐 就掳获了大批女性记者 你好 别看蝙蝠侠贝尔做着手势 表示自己只会说这么一句中国话 但当张艺谋导演在台上回答问题时 台下的贝尔冷不丁的还会来上这么一句 以前拍戏的时候怎么喊的 以前就是开始 开始然后停 停现在呢 现在是 开始卡 好了失败 好了失败 在影片半年的拍摄过程中 克里斯蒂安贝尔与张艺谋导演 以及整个团队都培养出超高的默契 特别是这位奥斯卡最佳男配角获得者 随和幽默的性格 让大家都觉得他很可爱 但当谈到影片将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讲 原本一脸笑容的贝尔就显得谨慎许多 做好自己的角色 记者张运北京报道 不管是在张艺谋还是贝尔的嘴里 我们都听到了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奥斯卡 其实呢 在所有爱好文艺的中国人心目中呢 都有两个梦想 一个呢 就是诺贝尔之梦 一个就是奥斯卡之梦 其实呢 回顾过往 奥斯卡并未对华语电影视而不见 从90年起呢 就不断的有中国电影获得了最大外语片的各个奖项的提名 但直到2001年 获奖的空白才有李安的卧虎唐龙打破 而作为中国本土最优秀导演的代表张艺谋的奥斯卡之梦 在努力的实现中 电影机灵时三差已经确定 代表中国大陆参选今年的奥斯卡外语片奖 对于已经横扫欧洲三大电影节奖项的张艺谋而言 如今缺的就是一座小惊人的奖杯 从军斗到大红灯笼高高挂 从英雄到满城近代黄金甲 或许每次冲击奥斯卡老毛子都信心满怀 但伤感的是每次都杀鱼而归 第一次冲击奥斯卡1990年电影《军斗》 在今天看来 《军斗》依然是大陆最震撼人心的电影之一 这不仅是因为题材本身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张艺谋不仅在技术上 而且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正如张艺谋所说 拍《军斗》是她第一次从摄影师的角度 转换成导演的角度 这部影片对她来说具有画时代的意义 的确《军斗》从头至尾 结构紧凑 悬念叠起 其内在的张力和戏剧冲突 如密集的雨点 砸在每一场戏的每一分钟 毫不拖泥带水 无论如何《军斗》都是一部给中国电影带来巨大荣誉的杰作 它是若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第一部中国电影 可最终在1991年第62节奥斯卡奖上 败给了瑞士影片《希望之旅》 老毛子第一次冲击失败 抱憾而归 第二次冲击奥斯卡 1991年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本片是张艺谋的第四部作品 改编自苏同小说《妻妾成群》 讲述大学一年级学生宋莲 由于母亲贪钱 而迫使她嫁给一个大户人家当自一太 最终酿纯悲剧的故事 四妹别生气 有话慢慢说吗 犯不着遇那些下人一般见识 那不行 这可是府上的规矩 意外的是 这部西方人眼中的女权电影 现在意大利获得了 第四十四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吟诗奖 随后又奇迹般的赢下了 对奥斯卡参考系数更大的 英国学院最佳外语片奖 这一得奖结果是 《大红灯笼高高挂》 几乎锁定了接下来的奥斯卡奖提名 奥斯卡奖永远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线路的游戏规则下 你要说拉出任何一个导演 给他一个奥斯卡 他说不要 我还真配他 果不其然张艺谋毫无悬念的 连续两年入围奥斯卡 只是也连续两年冲奖失败 而这一次拿走小惊人的 换成了意大利影片地中海 第三次冲击奥斯卡 2003年电影英雄 2003年张艺谋再度发力 请来众多一线大牌明星加入该片 此片被誉为国产电影有史以来 制作最为精良的影片 其在音效事效等方面下的功夫 已经达到精益求精的地步 形式美感之强烈 的确称得上视觉盛宴的美誉 虽然当时张艺谋说 他拍的英雄并不是看中得奖 而是看中票房 可是当年很多人还是质疑 英雄对冲击奥斯卡 有着强烈的勃勃野心 应该说英雄作为国产电影的 第一部大片 3000万美元的投资 豪华阵容 制作精良 就算跻身于众多好莱坞大片之中 也不用面带菜色 就在众人强烈的期盼声中 颁奖典礼最终揭晓 可惜英雄依旧无缘 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万语篇奖 而此奖由德国影天无处为家获得 老毛子第三次与小金人失之交臂 第四次冲击奥斯卡 2006年电影满城近代黄金甲 满城近代黄金甲是老毛子的第三部商业片 在这部片子中 他的拍摄吸取了前两部的经验和教训 从剧本到演员找拍摄的各个细节 准备的都很充分 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 今天你乱了规矩 作为当年中国大片的钢顶之作 满城近代黄金甲却遭人严重质责 许多人认为这部片子留给人们的 是中国大片堕落的又以经典案例 树仪的投资除了打造出一个极端 符合张艺谋个人审美情趣的视觉效果 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价值 张艺谋夸张到极点的视觉效果 被称作是在考验着每个人的神经 除了张艺谋 不会再有第二个导演 对色彩有如此表面化而偏执的追求 而最后张艺谋第四次 在冲击奥斯卡的道路上空手而回 第五次冲击奥斯卡2012年电影《精灵十三差》 从1991年至今 张艺谋的奥斯卡之路一冲就是20个年头 如今张艺谋带着自己的最新作品《精灵十三差》 再次迈上小惊人的征程 有人说这是张艺谋最好的一部电影 也是老毛子李奥斯卡最近的一次 但不管这次冲击结果最终如何 我们还是要预祝他能够如孕以偿 实现多年来未能完成的夺奖梦想 虽然在今年的贺罪党 骑上徐克和张艺谋是杠上了 但其实那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中国电影的世界化 在张艺谋努力圆自己奥斯卡之梦同时 徐克也创作出了世界第一部3DMX的功夫片 从导演到演员 骄傲知情都一一言表 昨天导演徐克 演员陈坤贵伦美和李宇春到上海 为电影龙门飞甲做宣传 此番李宇春饰演角色 匪气十足 被拿来大作文章 谈到自己演龙门飞甲和十月围城的最大区别时 李宇春给大家幽默了一把 十月围城中李宇春的打女形象 还是遭到质疑 甚至李宇春出场时 观众还有笑场的情况 而此番李宇春挑战徐克导演的武侠戏 究竟演得如何 是大家一直很关注的问题 说到给自己打分时 一贯很自信的李宇春打住了 打分的事还是留给观众吧 最近又多了一个称号 那就是最认真 最卖力的代言人 范范这次为老人医疗机构 担任公益代言人 不但唱歌 设计样样来 还带动好姐妹一同捐款 一起去看一下 爱心不辣人后的范范范伟奇 这次获邀担任台湾第一老人医疗机构的 募款代言大使 不仅演唱募款主题曲 还别出心裁的设计了正面 是布满皱纹老人的双手 背面却是出生婴儿的脚纹的 易买T恤 希望大家关注老人的医疗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要 要深刻的刻在心里面 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T恤上面 就是We're all getting old 那重点是我们关怀老人 我们为他们付出 等于就是在照顾未来的我们自己 著名节目制作人李烈 当天也慷慨出席 由于主办单位 预计必须募集到5亿新台币 才能在明年7月势力动途 李烈几乎接下来的party行程 都要努力募款 欢迎12月大家来邀请我参加party 越多越好 因为一参加 一到了party里面 我就会 我就会跟大家伸手要钱 列姐豪迈 范范也表示 已经通报一众好姐妹开始募款 有啊 之前就是已经跟那个 西月西地都讲说 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就非常兴奋 就说快点把账号拿来 然后他们已经迫不及待 要对贡献他们的爱心 所以我在这里也很感谢我的姐妹们 然后对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 圣诞礼物的钱都省下来 好好的来帮助这个医院的这个 盖得很很新很旺 好不好 为公益 大家拼了 记者扎笔 林振阳台北采访报道 范范努力为公益 可以说是为娱乐圈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榜样 但下面这位就是典型的反变教材了 今年演员孙行年吸毒被警方拘押 出监后 他仅以一纸道歉声明 便似乎完成了自我救赎 但不知收敛的他又闯祸了 日前他开着自家的豪车 把马路当成了F1赛道 被警察扣留后 眼看门混不过 孙行就把自己的演技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一会儿是面线悲苦 对天抱冤 一会儿是坐一求饶 苦苦哀求 上演了一场比迎评上还有精彩的表演 真是该惩罚 而最近还有一位也惹了一身麻烦 演员张新宇将自己的睡前照 发到了绯闻男友吴卓曦的微博上 引起了娱乐圈的一片哗然 昨天他也首度开枪 为自己打起了辩护 昨天众星云集上海 为福建某著名品牌站台宣传 最近因微博发错照片 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张新宇 是被媒体逮个正着 好跟问底 与之前的态度一样 张新宇依然把发床照的事 认定为是自己的一次乌龙 其实就是一件乌龙事件 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后来可能会演变的 变得好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其实当时只是我 因为可能会登录这两个账号 然后呢就是 真的是不知道 以为是自己的账号 然后就像平时一样发一下 哎呦今天很累啊 收工了 最后真的就是发错在拍的时候 张新宇再强调 只是错用了吴卓曦的账号 来发自己的照片而已 希望大家给两人发展一点空间 反正我们的心情 我们也都是平复下来的 然后呢我们都很好 给我们一点空间 据说张新宇微博事件后 网络上居然流传出 他与前男友的亲密照 让吴卓曦大为恼火导致分手 这些全都是传闻 没有的 嗯 谢谢 那现在和吴卓曦还有联络吗 那会打电话 对 当然外界对微博事件的更多猜测是 是张新宇自宾自导自演的一场炒作 没有 没有 就没有 嗯 其实这个事情到后来后续 嗯 对很多人影响挺大的 包括 嗯 我的经纪公司 还有我的经纪人 还有他的经纪公司 他的经纪人 包括我们两本人 本身都会有一些伤害 是真的 所以说不可能用这种东西来炒作 反正知名度是真的上去了 猪猪就陪上海报道 昨天同张新宇一起出席活动的呢 还有孙宏雷 张敬初 安一轩等明星 而媒体几乎给所有明星都来了一个感情大口 孙宏雷带女友公开听演唱会 是否意味着好事要尽了 安一轩最近和冯少峰走得很近 是否意味着要恋爱了 张敬初现场真婚 真的能在2012年前找到真名天子吗 赶紧听一下 众星是如何回答的 近日孙宏雷与自己的女友出现在孙楠的演唱会上 公开秀亲密 作为黄金单身汉那么多年的孙宏雷 最近几年都被媒体关心感情问题 如今貌似有个结果了 但是本人又云里雾里的故弄玄虚 是什么都打算 打算结婚的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 安一轩是继扬秘之后 又一位被拉进冯少峰女友行列的女艺人 不清楚是冯少峰太活太帅气 拍一部戏 绯闻一部戏 还是媒体乐语将这样的组合凑成一对 真的吗 他现在是我最新任 就是我的北文男友是吧 又被北文了一下 因为少峰我已经 对我少峰都合作四次了 所以我跟少峰当然会更好 更熟 因为真的太有默契了 除了安一轩外 张静初也被列入黄金圣女的行列 被媒体催婚 张静初也有点着急起来 那就真的只有几天时间了 那看看在场的男士有没有合适的 就能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要不然时间实在太短了 对2012年之前估计悬了 主持久陪上海报道 身为公众人物 艺人们的感情生活呢 总是备受关注 那么大帅哥吴尊啊 也不例外 既之前呢 被爆出已经隐婚生子之后呢 现在连妻子的身份已经确定了 说啊 是文来的公主 这么离奇 究竟是真是假呢 还是听听吴尊本人是怎么说的 好久没在台湾出现的吴尊昨天与黑笔一同出席代言活动 自飞轮海单飞后 吴尊一直努力朝戏剧方面发展 他主演的《阳光天使》播出后赢得好口碑 在电影《大舞升》里更是表现亮眼 前不久还被某活动评为年度最具风格新锐演员 这也是他以演员身份首次获奖 对啊就拍电影拍了五部 其实还算是新人 对所以是一种鼓励了 对然后会让我继续明年更加的专心用心拍戏 吴尊事业蒸蒸日上 感情世界也是备受外界关注 之前一直有传闻说他早已在文来结婚生子 最近更传说他的另一半是文来公主 让吴尊哭笑不得 那个随便乱讲什么公主 假如娶公主的话 可能公主就不愿意让我在这边当艺人啊 帅哥的归宿问题很让人关心啊 记者李爱卿黄尚瑞台北采访报道 美当美报 欢迎来到美报时尚潮人环节 通过热心观众的票选 昨天获得时尚潮人称号的明星就是李玉春 恭喜屏幕下方这位微博网友 你将会获得由美报美妆潮品店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以及12月16号周比唱福州天唱会VD代购券 再看看今天时尚潮人的候选人 他们分别是 A 范伟奇 B 安以轩 C 张静初 B 无资 大家可以到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评选出你们心目中的时尚潮人 这样呢 你就有机会获得由美报美妆潮品店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以及我手上的这张12月16号周比唱福州签唱会的VD代购券 那在这里呢 还要提醒大家一下 只要您关注美报潮品和浓浪卫视娱乐乐饭店的新浪官方微博 并且参与美报潮品2012 我们支持你的活动 就有机会获得由美报潮品赠送的限量版精美视频礼盒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见